电影《保你平安》 目前正在进行第二轮全国录演 今日大鹏来到重庆和当地影迷 面对面交流 他还揭秘了戏中 平安哥染一头绿发的缘由 有发现导演今天的造型 跟去其他城市有不一样吗 染了个头 对 染了个头 这是平安哥的专属发色 献给重庆的朋友们 其实很符合为平安 最一开始洗车出场的心境 过去的辉煌不再重要 明天更漫长 这是代表着 为平安重新开始 也是故事的开端 包括他染一个绿色的头发 也是一样的 因为他重获新生 我不是说了吗 你要是继续搞这种奇怪的言词 你就别来接我了 你不是很有态度吗 大鹏表示 眼下他最期待的是 所有观众能把观看 《保你平安》的感想 传达给更多人 让这个社会少一些谣言 变得更加美好 咱们重庆是一个烟火气 特别旺的这么一个城市 这个电影里也是一样的 它是充满着烟火气的 它好像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刷手机能够遇到的事一样 所以也希望大家把这个电影 你们的观感能传播出去 如果能发个朋友圈 然后影响到更多的人 就太好了 一定要行好事 做好人 走正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